各位彼丘 彼丘尼 各位撒密撒密尼 各位居士 还没用完 慢慢用 请放场 我们这一次的灾堂开示 围绕着佛妻中的一些祖从规定 以及祖从的修行方法相互支撑的意义 比如说 什么叫祖从 祖跟附属的 或者是协助的 叫做从 如果我们佛妻 你看 早上四点半进殿 然后一支香 还念任言咒 这本身就 念任言咒本身 它就看起来不是打佛基的内容 但是它具有辅助支撑的意义 那么这个 然后呢 念佛了 念佛完了之后呢 祝伟陀 伟陀也是修复法 他也是一般 这个早课的 一个 一堂功课 就是修复法这堂功课 所谓的五堂功课 早课就是有两堂 晚课两堂 那过哉堂 过堂又是一堂 所以说五堂 那么 好了 那么就 祝伟陀菩萨 那么呢 祈祷什么呢 祈祷护持 宋任言咒是主修 主修一日之陈 一日之陈在于 一陈之陈在于咒语的持授 令 所有的 佛菩萨 也不是令 祈请 祈请佛菩萨护法 身文言诀 天先鬼神等众 在各自的范围 各自管辖的范围内 来 来护持 道场 道场要面对 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么因此呢 就需要有 无边的 相应的 有势力的 众生 乃至于 天先鬼神等 来协助 护持 一般来讲因为 佛教的 佛陀的伟大 精神感召 往往出家人呢只要 行的证 那么呢 行为符合 佛法 符合戒律 天神鬼神 这个天地鬼神 土地灵充 其实不用你招呼 他都会护持 那么导过来说 菩萨戒说恶鬼藏扫几脚鸡 不行菩萨道 甚至于呢 还毁谤佛法 阻挠佛法 弘扬 那么呢 犯 犯这个 菩萨戒 那么 倒过来 鬼神都不喜见 也不希望跟你有关系 所以扫其绞机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照这样讲起来的话 让专心用功 你用功一个方法 基本上也是 有 有所赶将 因此汉传佛教呢 你看到的他就没有那么多的修护法的功课 在 藏传佛教那是非常之多 有印着不同的需要 光个财神法就有好多种财神法 那还有 消灾 除病 等等 这课有专属 那么我们在 佛七章中 我们不可能修一堆 辅助的法门 因此我们就让 早课当中 必要的部分 保留下来 所以说有楞严咒 最后有 这个 诸 委托菩萨 那么这个理论是什么概念 刚 这个 印光大师有提到 后来常常 也被 后来的 长老们 所引用 的观念 那就是说 念佛像吃饭 那么 词咒 诵经 乃至于行一切佛门中的 福慧之事 都像配菜 那就很广泛 那么有饭有菜 营养均衡 那么什么是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你们翻开那课诵本 你们翻开那课诵本 一百一十五页 一百零几页的地方 他就有一个佛妻仪轨 那佛妻仪轨就是零言三的佛妻仪轨 他上面写的就是零言三佛妻仪轨 他被他编入 里头呢有所谓的 安慰 见识 回向 等 这些内容 你知道在干嘛吗 那就是 对于这个 这个祖先王过或者是现世的人 要么就做祈祷 要么就做拔剑 而且这是在佛妻当中 那我在 好像这一次的佛妻我有讲到 零言三在旧的 零言三的念佛堂 我在 应该说三十多年前 我记得是三十多年前 我有去看过 他里头呢 那个大约是我们大殿的一半 还小些 深度也没那么深 我约略的 凭记忆中 想约略就是二十几个人就坐满 他旁边 他不是坐在中央 他坐在四周 其实也没有四周 大概就是 左右各一个L形 中间要进门 那么再往前的话就是 西方三圣 西方三圣的背后有个门 就这样出去了 有点像殿堂大殿一样 那么在这西方三圣的两侧呢 各有面向西方三圣的 消灾牌位跟 这个 拔剑牌位 那么呢 当时的那长老啊 明学老法师啊 他算是 林仁山住 有长一段时间 那 我们的真华长老啊 还有庙年老和尚啊 他都认得 以前他们都 都住过林仁山 林仁山在民国初年呢 算是一个 因为有印光大师在那住旗的关系 几乎就等于 这个 净土宗的代表道朝 还比北京的 清朝中 后期的 这个 知福寺 我们在 李灿的时候 知福醒宫大师 就是第十二祖 那个在北京 都还比那个有名 在苏州 苏州 苏杭 二处啊 那个净土宗后来出了非常多的人 这样子 好啦 那我就 明学长老就 就 就介绍 我就问说 这支有牌位啊 他说有啊 他说什么时候用 念佛堂嘛 我们就去念佛堂 念佛堂的旁边就是印光大师的 应该说疗房也叫官房 他在旁边 就面对他的 我面对他念佛堂的 稍微 在一点钟方向那里 稍微退一点 有个小庭院 小门槛 小围栏 我印象中是这样 那我就问他说 怎么有这牌位啊 念佛堂 他说对啊 他说 当年的话呢 打佛期 中午都要到那个 往生牌位那里去 去念 回向 傍晚也要在 做见识 早上的话呢 还得 在 萧哉牌位那边也要念萧哉 诸位啊 你要讲起来这就是念佛打闲叉 对吧 但朋友 印光大师还是这样安排 我觉得这个安排合理 就是说 没有什么打不打闲叉 因为你 你不能说因为念佛你也有饭也不吃 叫也不睡 然后 什么都不做了 不可能 那你既然这样子吃喝拉撒睡也照样 那 在佛期当中 有几件意义 第一个就是 你在受用常住的饮食 那么我们就念一下 为这个什么呢 为这个护法 念一下回向 他的父母在这里排位在这儿啦 要不就是 我这个这个 现在他个人身体为一样啦 那我们就为他助导 也算是行菩萨道 你念佛嘛 那也在帮助人 诸位这样了解 所以 从这个角度说 印光大师 是净土宗的 当年的泰斗 你看 他就没有要说 这个 专心念佛啊 其他事情别干 没有啊 他就这样做 所以呢 念佛并不排斥其他的 同时存在的一些 要么就是护法行动啦 要么就是 教理研究啦 要么就是 红化 红化的活动 这些都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讲净土宗这十二组 以来啊 我们回忆一下 你看 这个 惠远大师 他就护法护教 还研究教理 那 这个二组呢 善导大师呢 他也研究教理 也著书 但是呢 而且他勇于跟 当时的 其他宗派的人呢 这个 相互 遍难 那么 也明确的主张 诞称佛名 从他开始才是 净土宗才 比较有相对的定案 但是仍然流传四种念佛 词弥念佛 识相念佛 观想念佛 观相念佛 还是有很标准的这四种 那我们的出主惠远大师他是观想 念佛 他可是这样子 所以说 他就本来就是多元 再来呢 也不是说就佛妻就是 什么都不管 像阿世拉 所有世界围绕的你为中心 并不是这样 他就是要你 与莫动静运为 挑财运水 你该做还是要照做 是这样 那相对于参禅的话 那就比较不一样 参禅的话呢 他一般禅堂都在 寺院当中的 西丹 那再来呢都在那个距离 西丹也是 僧人疗房的所在 东丹就是灾堂 课堂 大疗啦 大疗啦 这也 剩下中轴线 就是殿堂 是这样 主要殿堂 大家这样分 那么 这个在念佛的时候 他还要再去做这些回向的事情 那你觉得打前叉 那印光大师这样安排 他核定的 那个仪轨 那我们这样怎么来看待 就是说 其实 第1个就修福报 第2个结重申缘嘛 哪怕这些牌位没有一个跟你有关 那也结重申缘嘛 第3呢 让在世的家属 也能够懂得护持 佛教 即便看起来有点像买卖 这样难听 比如说我的牌位在那儿 然后呢 这个固定要供养多少千 怎么样子 这个是有啦 那当然最好你可以不要这样做 但是 不行 因为众生有贪 当他贪功德的时候呢 他就希望说 我这个功德是具体的我努力过 所以他就要出一份钱 那你只要善巧的告诉他多少钱 本来功德就是不可计价 所以说你要怎么安利 理论上说只要这个法会办的圆满 不至于说让护持的众生 这个得不到利益 基本上就是没问题 那么英文大师应该也是 本于这个想法 那我们今天没有这样做 我们今天顶多就多了一个八观灾界 这很好的事啊 何况你也不用动什么大脑啊 念那个文 对吧 时间也不长 慈戒念佛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配套标准 慈戒而念佛 念佛也慈戒 那么慈戒的戒律也是有它道理的 那你在念佛过程当中也可以 伏至心灵 能体会更多道理 更多道理体会 你反过来又让你更安住念佛 他其实是善循环 所以我们从英光大师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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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佛妻的遗鬼 我们也一样可以看出来 不是说佛妻 过程什么都不要做 你像是一个 闲人一样 我说过禅宗会比较像这样 那是因为他的修行方法本来就是 以静为基底 静定 为基底 那确实的凡夫要定是很难的 那么就给你一个特殊的环境不要让你躁动 但是最终吃饭这份饭 没有送上去你还是要下来吃 他是 集体念佛 然后下来 离开禅堂来到灾堂 来到灾堂的时候呢 他有固定的那个 禅堂的禅盒子那一排桌子 你从禅堂下来的你就坐那一条桌子 那有的从教 教下过来 有讲经堂 或者是 或者叫法堂 或者叫做 对 就主要是法堂 法堂 法堂 对 那么 有时候也会叫讲经堂 法堂后来就常用 你从哪里来 各堂口 堂 各堂口就要说过来 不过再讲到这堂口 台湾 什么日本 把那堂口当做黑道组织 啊 太扯了 最早其实堂口就是 就是佛教里头的名称 例如是无处 易伯寮 易伯寮就是 就是什么呢 方上和上的 秘书寺 里头一定最起码有四个 给 我现在是 算半个 只有定心扮演 半个 他现在 很难扮演完整 他连帮我提水 有时候都会出状况 是这样 不过定心你还是要 啊 不知道要怎么说 我只能说我自己赔名而已 反求诸己算了 广书对不对 只能反求诸己 是 我发现这样叫各堂口 你比如说 那个念佛堂我念佛堂 因为有堂嘛 口呢 为什么叫做口呢 堂口堂口为什么叫口 口 口应该是指的就几个人头啦 因为 往往呢人家供养的时候 各堂口 要来 领那个丹金 那个口就是 有几个人吃饭 是这样 也要追求公平 还有呢 长期念佛堂 念佛堂 法堂 戒律堂 什么的 哇 好多 单位很多 那么 单位很多你 禅堂 几乎是最 天之骄子 什么事都不干 他是比较特别 但他内部他有他自己的事要做 他在外部那叫 外寥 外寥就是 禅堂以外的都叫外寥 哪怕是学界的 讲经的都叫外寥 不是只有大寥在外寥 那殿堂里头的 香灯的 那么讲这外寥跟 跟这个禅堂 这有一种小贬义的意思 没有错 因为那个是以 这种说词名词 基本上都是禅宗道场 他禅宗 他就是参禅 当然以禅堂为尊 我亲近的长导他告诉我 文界长导他告诉我 那个丛林禅堂 根本就什么都围绕了禅堂 时间号令 就用禅堂出来 叫打板 钟板 叫做钟板 禅堂开始启用叫做挂钟板 他就很专注 因此我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念佛的我们就不这么专注 禅堂就要专注 我告诉你 各有好处 你禅堂一直那么专注 是因为有他理由是因为他要 专心入 禅 不一定入定 禅 然后才能参道理 所以呢 给你一个出击的环境是 甚至于他不 甚至于没有打扫 有打扫就很小部分 很小部分 因为禅堂他自己制成一格 是这样 那么注意这样了解了 但是念佛呢 不 念佛随时可念 他不是在参 他是在寄引在那个佛号跟意念那个佛号 意念呢 就是 记得 然后念念念佛 这样就好 那你生活当中随时都要面对的 都有意外 有意外来了 你要是意外来了 欧弥陀佛要接应你 你去还是不去 你必须保证你的那个 信愿 随时在 就是要用那个念佛行 所以信愿行三者一体 他不会说 把你弄得像天之骄子一样 不会 文界长老也曾经说 他说禅堂也是有他的缺憾 那有人进了禅堂里头就是睡觉 无料 但是呢因为你是禅盒子 道场当中以你为中心 每个人都崇拜你 崇拜了要命 可是你 无料 日本无料是免费的 这里 华人讲无料 你没有内涵 没内涵怎么样 浪费人家炒鞋钱 浪费人家 常住的供养 你最后 没得利 遇到末法的话 这种大德少 成能力就少 是这样 所以说呢这个呢 我们也 我们也不必跟他学 这个是他有他的问题 再来我们修法本来就不同 所以这样子大家就了解 一个佛妻当中的 各个方面 的安排 都有他的意义 那么 包括 受包关灾戒 这次还没提到这样 明天两次我们可以提一下 好 让大家再次的知道说 以念佛为主 但是要浮以其他内容 换句话说你平常生活就是其他内容 力进队员修 专心念佛 随时都可以念佛 要养成这个习惯 还有呢我观察诸位呢那个这个 这个不要有社交行为 各自的眼神不交接 我觉得 这个事情好像有些人听懂 做得还不错 但是还是有极少数呢在那里 匕首画脚 明天是没说得更差 不说惨过死 那心还是太野了 这个还是要周遭的 这个道友还是要多劝 多劝勉 不然就把他偷录给我 我把公告在网路上 此人 不遵守规矩 屡劝不听 有图为证 看看怎么样 不然纠缠两个人而已 他也跟着大家一起修行 也蛮累的 何况有一个 四叉尼被我赶回去了 讲话什么 我叫他回去 扫所有的厕所 包括狗窝什么的 就给我做苦力 而且呢 不是佛妻 佛妻呢都 开诗也不用听了 那种人 不遵守规矩 也不要听了 然后呢就一直做 做到我感觉可以为止 这个 这个是 电倒 那但是呢 我也发现 我有上帝的视角 我在那个五楼我看得很清楚 你们在那走路呢 我还有望远镜可以看 所以呢 要注意啊 除非你们躲进屋子 躲进屋子我还是有安排眼线 到时候偷露 到时候偷露 除了进厕所 没有以外 不要讲话 厕所很容易听得到你们在讲话 所以举凡这一类了 今后要多注意 我们也会安排 一些 一些未来的一些 安全的摄影机 那这个当然不会 已经顾虑到各位的隐私 甚至于是有声音 没有影像 为了安全 也会有 这些的呢 都 反过来说就是 他能够辅助 纠察事务 我们可以用密码 让纠察事务去听 去了解 所以诸位啊 不是说我们大人 我们不会把诸位当作 当作小偷 但是呢你自己要 承担一个丈夫的样子 你偷讲话 没被发现 你没有赚到 你是更亏 是这样 要这种想法 好 我们回向